五龍五師活動揭開序幕 大安聯絡處舉行歲末祝福活動 現場熱鬧滾滾 邀請不少民眾來參與 感受年節氣氛 實際對我照顧蠻多的 今天是心存感恩的心來這裡 我們邀約我們的 關懷的這些感恩戶 然後一起來 我們幫他們辦圍爐 有一些老菩薩 他本來其實腳有點受傷 可是他一聽到圍爐 坦白講我跟他講說 要邀他來圍爐的時候 他是馬上眼淚掉下來 把腰果香雞麵撫會罐全部打包 準備好一袋袋物資 同心協力用心款待 要送上最溫暖的祝福 很感激也很愉快 上次來參加我還唱歌 手上拿著撫會燈 象徵平安智慧 共同祈願新的一年能順心順利 大安新聞 陳品傑 梁家民 台北報導